正像你所说的 美国欧盟等相继出台一些涉华经贸限制措施 我们认为这些措施都明显违背世贸规则 是单边的单边主义的措施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中国贸次会中国国际商会代表中国工商界表示坚决反对 同时郑重呼吁美方欧方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以实际行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通过磋商对话化解纠纷矛盾 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自为世界赛事組合作的 一路cio签容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以阶纪为主意识 积架地提供